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 大寶森節從一個印度南方的地區性信仰 發展成馬來西亞的全國慶典 不少華人都熱衷參與 而這個節日 也是馬來西亞向世界表達宗教信仰自由 而且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徵 來看公視國際記者劉曰山 來自馬來西亞 檳城的報導 信眾用力的砸椰子 希望淨化身心 破除霉運 在另一邊信眾的身體扎滿鐵針鐵鉤 身上背負著稱作卡瓦迪的巨大枷鎖 信眾事前遵守各種條規 像是如數40到48天 以肉身受苦的方式 向上帝許願或還願 那老生節是丹尼爾人所請出的 一個印度交集的日 就是為了紀念戰神 不更生日也 印證一種降戰神型號 這是我30%的 你為什麼要做得好 我們還是好 根據馬來西亞2020年人口普查報告 信仰信都教的人只佔全國人口6.1% 也就是200萬人左右 可是各地的大寶生節 每年都個別湧入百萬人參與 除了遊客 當地還有許多華人也會共襄盛舉 他們和印度人擁有不同信仰 卻已經在大寶生節布施超過20年 今年冰城首次迎來 金營省年一同出遊 歡慶大寶生節的同時 卻傳出地方政府禁止遊行過程中的 56個商家伴售酒精飲料 該決定引發不少爭議 最後緊急撤銷 馬來西亞是一個多元族群 多元宗教的國家 大家生活在一起 難免會以自己的習俗 去理解對方的信仰 但相互了解並促進溝通 就能解開許多誤會 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 馬來西亞冰城報導